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在先前討論過的這個Porson-Boseman equation 雖然給出了一個可以利用Boseman distribution描述 在電解值容易裡面的這個正負電荷的分佈情況 但是這個 equation 我們也特別強調說它並不容易去解 那必須要用數值的方式才可以得到一個有用的結果 那其實在應用上面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在這個但是Porson-Boseman distribution其實在一個特定的limit 它可以有不錯的結果 那這個模型其實就是Debye跟Huco 他們在更早之前Debye很早就提出了這個所謂的Debye-Huco theory Debye-Huco的這個Electorite的模型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從這個 Porson-Boseman distribution出發 用Huco的這個Porson-Boseman distribution 4.1 然後Summension J所有的Particle 你可以把它解釋所有的Particle 或所有Particle的Type 都可以 那Summension的Porson-Beta 1 Z J 4.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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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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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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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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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對這個 Postone Boltzmann Equation做Linniation 這Linniation可能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Dilute Solution Dilute Eletrolite 那這個時候我的產生這個Fill 因為你的Eletrolite並沒有太多 所以我的產生的Fill 乘上這個 能量以後呢 還是會遠小於 KVT 或者 在High Temperature 那High Temperature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 另外一個方式來講就是剛剛講那個結構那個電廠 它會被破壞掉 所以呢這個粒子趨向於是均勻的分布 假如它是完全均勻的分布的話呢 那在空間上的任何一個小小的地方 它都不會有 靜電荷出現 所以出現的靜電荷很少 它的這個Fill 也很弱 所以一樣的道理在High Temperature的時候 它的KVT會甚大於 這個Fill 的這個 Electric 的Energy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剛剛看到的 我們上面看到的這個Exponential 就可以被Linearize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我的Exponential-β Beta Ezj ij 它就可以被 近似乘 E減掉 Beta Ezj 我們只取到線性向 所以這個才叫0的Iz 那假如我們做了這個近似之後把它帶回去 那我們的Dial Square Dial Square 會等於 負 4拍 1 Azj Azj 乘上 Some over J Zj J的Density 乘上 後面變成1 減掉 Beta 1 Zj Sine I R 變成這樣子 這個形式 那我把這個 地方展開來 第一項呢 會有 Azj Azj 4拍E 負擋 第一項是 Summation J Zj Rho J 這是 這一項 然後第二項是 扣掉 Summation J Zj Rho J Beta E Zj I R 好 所以 變成 這樣子 這樣子 的形式 那這個形式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第一個部分的這一項第一項 這個是等於把所有容易中 任何一個charge 它的 這一個 charge的大小 跟它的濃度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這個東西一定要是 0 因為Total Solution的Total charge Density Density 等於平均來講 空間上的任何位置都是Homogynist 正負電荷的電荷會互相的消掉 所以只剩下後面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再把它 稍微做一下 整理 稍微做一下整理 這個J就變 J square 做一下整理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 這個邊呢 會變成 變成正 所以是 1平方 1平方 然後 Summation J Raw J Z J 平方 1平方 然後 1已經去了 J平方 Raw J 然後β 變成這樣子的結果 那你馬上就看到說 這個時候呢 在等號的這邊 跟這邊 前面只差 這是一個 現在跟 我們是要解空間嘛 空間的分佈 所以跟空間沒有關係 的一個係數 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東西 這個拉到外面去 我們把它叫做 它是kappa平方 所以這個是要做 kappa平方 然後 把 這樣子 我把它重新等號 等式寫一遍 變這樣子 那這邊的kappa 這個平方呢 事實上就是一個 來選0kVt 這邊的beta是kVt 然後4piE平方 在這邊 然後乘上 所有particle 所有的 所有的charge 所有的charge 它的 這一個 上面是 zj平方 rj 所以 這一項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一個 ionic strength 來定義它 我們define ionic strength i呢 定義成 二分之一個 這個 sumj rj rj 1j 平方 1平方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 定義的常數 來把它簡化的地方 所以 應該看得出來 這是電荷 的 這個 到底 的 ionic strength 有多少 應該我們把這個 也涵蓋進來 所以 ionic strength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要解的這一個 equation 好 我們現在要解一個 這個 呃 呃 呃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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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square 等於 hapa 平方 那 這個函數其實 蠻 直接 有解的 其實在解有限個equation的時候 也解過 這個函數 那 等於是 free 這個 呃 呃 對 那 當然這個函數現在呢 只會跟 這個 呃 跟角度沒有關係 所以 這個 自然而然的 就是這個常數嘛 OK 那自然而然的 我們應該要在這個 呃 3 coordinate 去解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把 d² 寫成 3 coordinate 然後我們把它帶進來 這個 這個 微微方程可以改寫成 r平方二分之一 d dr 然後 r平方 等 d d dr 等於 hapa平方 等 d dr 那我們的 exercise 2 今天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 prove 這個equation 你可以回去自己 試一下 這個這個部分 算蠻trivial 蠻trivial 然後 general solution 也是蠻標準 你在解 氫原子的時候 有用過 解 就是像是 你要定義一個函數 是這個 剛剛的這個 呃 phi 除以r 然後帶進去 然後就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 general solution 解釋 它會是 r分之 a 是一個係數 exp 這個 kappa 一個正的 跟一個負的 加r分之 b exp kappa 你可以把它帶回去 解看看 這是 這個 呃 呃 這是它的解 所以這部分你也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都當作 exercise 的一部分 好了 所以修 自己試看看 去解看看 好 這個簡單的 圓方程 這算簡單的 沒有什麼太困難 的地方 那我們要解這個圓方程的時候 就證實它是它的general solution 就帶進去試看看 那我們現在要真的去解它 那真的去解它 我們要適合我們現在這個體系的bundary condition 所以bundary 包含 第一個 在 r 趨近無從大的時候 你這個feel 應該要趨近於0 對不對 你不能說中間擺一個 擺一個這個電荷 結果它到無窮遠處的時候 還有影響力在那裡 無窮遠處的時候 這個電位 引起的這個 電位能應該是0 才對 所以 這一項告訴我們 我的b 必須要等於0 因為 我們現在的兩個general solution 這一項 是r 趨近無從大 它是趨近無從大的 所以 r趨近無從大 這一項是趨近無從大 所以這一項不能存在 v要必須要等於0 才可以 只剩下第一個 我們要決定a 決定a 決定a 那決定a呢 就用下面的這個例子 我們在 極 剛剛是極大的範圍 那現在極小的範圍 r趨近於0 的時候 越接近這個particle 的時候 那我當我很靠近這個particle的時候 中間應該就沒有其他的charge 有能力去screen它 能夠做成任何影響 所以當它非常非常靠近這個particle的時候 應該就要還原本來該有的這一個coulomb potential 所以should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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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e coulomb potential 也就是說我的fileir 在limit r趨近於0的時候 它應該要趨近於這個 這個 示範 示範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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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 這個就要等A 或者應該說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要等R分之A 才對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決定A的數字 A的數字 我們現在 剛剛一開始 我寫下的Climb Fension 是 對不起我這邊有個Unit 的問題 我們剛剛前面沒有加4Pi的話 那我現在這邊也不要加4Pi 這個你說自己看一下 就知道它的這個單位在哪裡 我剛剛指的是說我前面 在寫下那個Posone Equation Posone Equation我是用 Posone Equation我是用 Dale Dale square V 等於 V 4Pi Q 這個事實上 沒有那個4Pi 在那邊 好 所以我的A呢 就得到啦 我的A是 A0R Zi 乘上 OK 那我的Phi Posone Equation 等於 A沒有R 在這裡 對不起 所以A是這個樣子 那我的這個Potential 就會是 H0R分之 Di乘上E 這個是它本來的 Climb Potential 但是它有一個 Ex-Potential Fu Capa R OK 所以這一項 這一項 是DiBi Hu Code的結果 它告訴你說 我這中間擺一個 Charge之後 在很近的距離 它的這個 Intellation Energy 是跟一般的 Column Potential 是一樣的 但是當距離拉長 R增長之後 這個Ex-Potential 的一個效果就會出來 所以這Ex-Potential 是一個Ex-Potential Screening 的Factor 所以這叫 這個叫 是這個 這整個Ex-Potential Term 叫DiBi Screening Factor 這中間的Capa呢 你去看它的話 它單位 是一個 這個 呃 是一個長度分之一 的單位 所以 E除以Capa is 你的 DiBi Screening Lens 它給出了一個尺度 在這個長度 的附近 假如你再繼續 距離繼續增加的時候 這個Capa 然後比Capa多很多的時候 這個Potential 就去均勻力 因為這個Ex-Potential Decay非常的快 那 這個是整個 DiBi Hukel theory 它的核心 也就是說 你在把這個 Person-Posman Lineralize 之後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 DiBi 那這個Potential呢 這個Potentia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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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 DiBi的 Screening Potential Add 當我今天我的R根 DiBi 換黑色的 D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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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近視於我們這時候 Exponential Capa R 就可以被展開來 然後就變成 R分之 A 減掉 A 乘以 Capa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出來 它事實上是 Azion Azion 0 R分之 Zi E 扣掉 Azion Azion 0 Zi E 乘上 Capa 乘上Capa OK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這一項是一個 這個貝爾的 Kulern 一般我們會把它叫做這是一個Self Potential 就是它自己 在旁邊空間的Kulern 但是這一項呢 有趣的是它independent of 跟距離沒有關係的 它是一個Constant Constant 的 這一個 的一個 這個Energy Shift Energy Shift 這一項其實是 它旁邊的 環境的結構 造成 的 所以這項其實是一個 Solvation的貢獻 我們只要把這一項呢叫成 這個 Prime 叫做Prime OK 所以這個Prime是 Contributions From Navering Ions 所以是它周圍的離子 它的Reorganization 所造成的 所以 所產生 的一個 變化 在這邊 OK 那 這一項是永遠是負的 這一項永遠是負的 表示它的影響呢 永遠是把Potensio降低 所以它是一個Screening 所以旁邊的這個其他Ion呢 是會造成 把中間的這個Santral Ion DI一個 Ion 把它Screen掉 這樣子的結果 好 我們要把這個Define Hewko的理論呢 跟一個Solvation 一個Particle Solvation之後 它的Free Energy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 連結 去做一個連結 所以 我們要考慮說 這個 Charged Potential Free Energy Obsolvation Of a Salvation For a Charged Particle 好 假設它的這個 Particle的 Solvation Charging呢 是 Zi乘上E 就是中間 這個Di的Particle 那我們可以考慮這個charging的過程 來考慮這樣負一按鈕 所以呢一開始 這在中間 然後呢 這個它是沒有charge 沒有charge 然後它會漸漸的被charge 所以這邊是有一個partial的這個charge partial正partial負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有個partial charge 在這邊 然後慢慢的呢 被fullly charge 是到這個 Zi 乘上E 那0的時候旁邊的按鈕 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有一個partial charge的時候呢 這個sovereign就比較嚴重一點 或旁邊的Ion的reign就比較嚴重一點 當它fullly charged的時候 那是最嚴重的情況 那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定義一個order parameter 我說C等於0 跟這個它是介於0跟1之間 然後fullly charged把它設成1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If a small amount of charge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考慮它 所以是 Zi Ei 所以剛剛這個delta就會變成 Zi E D 這個 C 的情況 所以 charge 這一點點一點點的電量 我們把它加進去的時候 加進去的時候 那 the required work 一個小小的功 要差多少呢 那當然就是 剛剛它在i的位置 它的這個旁邊的Ion 就是旁邊的Ion 所造成的 的能量 乘上 我現在這個小小的charge 進來 的電荷 Zi E D C 這個是 那 這邊呢 重點是 這邊是 fly prime only no self-turn 因為這個self-turn在那個地方 它其實呢 沒有延伸出去 它沒有影響到任何 任何 人 它在 目前 放在這裡面 這一項的部分 放在這裡面跟在真空中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我們在考慮 sovation for energy 的時候 不用 不需要去考慮 這個self potential 的部分 只需要考慮 後面的這個 因為旁邊的環境的 這個Ion 造成 的potential 所以我現在去charge它 然後電荷越來越強的時候 每一個 單位的charge 放進去 一點點charge 放進去的時候 做了這麼多的功 那真正做的功呢 那不就是把它 積分 積起來 就好了 就好了 對不對 好 再把它寫出來強調一下 齁 是Only for Never Intense 那這樣子的一個功 那這樣子的一個功 在這個charge的時候 Z I E 等於 那這個呢 我們剛剛有導過啊 它是 負的 負的 上面是charge 但現在不是Fully charged的 所以要把這個charge的amount 算進去 然後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邊有 這裡有負的 這個 最ある X0,Zi,E,Psi,Papa 然後再乘上這邊的這個部分 Zi,E,Psi,Papa 我用錯顏色了 沒關係 那它會等於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嘛 這邊 是Psi在一起的 然後Zi²,E² 所以這是負的 0,Zi² 1平方 然後你是Papa 然後Psi 0,Psi 那我真正做的工 真正做的工 那就會是 積分積起來啦 所以Dw 從Psi等於0 G到Psi等於1 OK 所以你是幾乎的 這個不要 H0,H0 Zi² 1平方 Papa 然後你要積分 從0,G到1 Psi 那這當然就是很簡單啦 那S的積分 S平方 所以會出2分之1的 Csi 所以這是幾乎2分之1 出來 所以這邊會給出 2分之1 出來 所以最後的結果 是2分之1 2分之1 然後Zi² 1平方 Papa 1 Pu 我們這邊沒有把Capa帶進來 但是這個不是什麼太難的問題 我們就不去做這個事情了 那現在重點是說 你的工的變化量 做的工 那這個當然就是Servation Free Energy Servation Free Energy 是用來 account for 你到底可以做多少工 的部分 對不對 那我現在做了這麼多電工 去得到這個State 那它就對應到我的Servation Free Energy 那這個Servation Free Energy 工 所以ΔG 應該要等於 KVT 的 Nutralog 這個 C I C I C 所以這是 Activity 的定義 這也不用 這邊就是Activity Coefficient Log Log 對不起 其實應該講的 我就直接講最後的結果 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說 我的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說 我的Capa 是正比於 這個是 Servation Free Energy 然後我又知道 我的Nature Log Gamma I 其實我用Log好了 Log Nature Log 差一個常數 在前面而已 所以我的Log Gamma I 會正比於 取Log之後 正比於 Delta 這邊的 Delta W 所以它當然也會正比於 剛剛這邊的 Z Square 還有 Capa Square 裡面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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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我們 上次 先前 其實有利用到的 這個 Ionic Strength 是怎麼樣影響 一個系統的 Activity Coefficient 的結果 OK 所以 我剛剛這邊其實想講的是 系統 Di 一個系統 它的這個 Hemipotential 應該是 它在 Reference State的時候 Hemipotential Log Gamma Ci 所以這個是 Activity Coefficient 那Log的 Activity Coefficient 會跟 這個 Zi Square Charge的Square 跟Ionic Strength 開根好 成正比 所以這個是 Debye Hewkos Theory告訴我的 那它也是目前最常被應用在 處理這種 Ionic 這個Solution Electric Light Solution 它 用到的公式 我們上次在講 這一個 Ionic Interaction 對 這個 Red Constant的影響的時候 其實就應用到 這一條公式 所以 這個結果 其實呢 在我們推導裡面 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做了 很多個 這個 Approximation 特別是在 推導 這個 Porson-Boseman Equation 的時候 我們沒有考慮到 這個分子的結構 也沒有考慮到 這一個 周圍環境之間 Particle 這個其實是 High Order 的 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再 把 Porson-Boseman Linearize 去推導出 Debye Hewkos的Theory 所以很顯然這個理論 只有在 高溫的時候 或者在 你的 電解質容易 比較 稀薄的時候 所以這個只有在 Dilute Electric Light 才可以適用 那至少在這個 推導的過程中 幾個重點 這個 Dipide Screening Lens 是怎麼得到的 還有 我們這一個 這個 正比於 Active Corruption 是正比於 第二一個 它的 Charge的平方 乘上 我的 Ionest Strength的開根號 所以 跟Ionest Strength的關係 在這個理論裡面 被 體現出來的 所以 在 很多應用上面 其實 當我們考慮 一些 熱力學的體系的時候 用到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 可以給出 很多不錯的結果了 那 這也是 統計力學 在 處理 錫薄的電解溶液這一塊 還算蠻成功的地方 那 這些內容其實也都跟 一個 系統裡面 它要發生化學反應的時候 它的反應速率 會怎麼樣受到 它的環境的影響 你加電解值 你加不同的 電信 的東西 影響是在哪邊 也會從這邊 體現出來 所以今天在這邊 等於把 Sovation Energy 怎麼計算 有不同的模型 怎麼處理 Sovation Energy 做一個簡單的交代 那這個 希望能夠對 大家以後 在處理 溶液態裡面的反應的時候 有所幫助 那你 不要知道說 你分析化學學到的 這一個 Activity Activity Coefficient 跟 Ionic Strength的關係 這中間的關聯性 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好